国道上车水马龙 但驾驶后照镜却突然看到一道绿光 强光闪烁相当刺眼干扰视线 还来回晃了好几下 方向盘都差点没抓稳 照片看得更清楚 绿色雷射光光束集中 从后车副驾位置照射过来 发射距离隔了好几公尺 明显拿雷射比恶意乱照 驾驶气炸怒呛 现在车上除了被武器 连雷射干扰设备都出现 国一系武高架环北路段上 白色多元计程车 一次变换车道不当 不满被小货车按喇叭 竟然拿出雷射比照射前车后照镜 影响驾驶开车 惊吓又无奈将画面拍下搜证 简直拿道路跟生命安全开玩笑 雷射光的话 它是一个高能量的光线 聚集在视网膜的同半部的位置 可能就会造成冲久性的视力的损伤 不仅行驶中事件被扰乱 可能造成可怕交通事故 高功率的雷射比点燃火柴 或射穿气球都没问题 恐怕还会对眼睛造成不可逆伤害 此种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安全 若查证熟失将会予以重罚 前有国道雷射比之乱 后有马路奇观 让民众捏把冷汗 台北大安区十字路口上 一男一女站在路中央忘情勇吻 仿佛忘记时间 货车机车一旁呼啸而过 民众拿起手机狂拍 两人通通不为所动 晒恩爱晒到大马路 但真爱也不用拿命来赌吧 记者 叶维莲 分享 乔台北报道